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这句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要求扩大韩日军事合作 将再一次把朝鲜半岛拖入兵凶战危的境地 最近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迈克·吉尔迪扬言 日本韩国和美国之间需要一种前瞻性的关系 三国合作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要 似乎是为了配合吉尔迪 韩国的教育部近日发布了2022教育课程修订方案 以简化课程为由将日军慰安妇这相关内容 从历史教科书里面删除 美国的盟友阵营中有许多是有长期历史恩怨 甚至是血海深仇的死在头 比如说希腊和土耳其 土耳其曾经对希腊人进行过大屠杀 两国之间现在还有领海的纠纷 双方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但是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之下 两国之间虽然发生了多次的军事对峙 但都没有变成实际的交火 日本与韩国也是如此 日韩之间有一个独岛的主权问题 双方都认为这个岛是自己的 并且为此发生个武装对峙 同样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日韩两国没有开火 在美国看来 凡事要以大局为重 在东亚的日韩 最大的大局就是反华 按照吉尔迪的说法 日韩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性的崩满 可能会破坏联合演习以及情报的共享 所以他要求东京或首尔 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超越恩怨 避免互相错对方的眼睛 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 这样间和韩国的军队发生了多次的交战 相互有伤亡 但是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来讲 中国和韩国之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仇恨 韩国对于中国最多也就是怨念罢了 而韩国与日本之间那是真有血海深仇 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为了迎合美国的反华意图 韩国的尹徐岳政府 甚至不惜淡化日本殖民历史 把魏安复之类的条目和内容 从刻薄中删除 不管它有多少政治理由 这都应该认为是对历史的背叛 在韩国民间和舆论界所引起的影响 显然是非常负面的 对尹徐岳政府的支持力 将造成沉重的打击 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 这也意味着美国的反华战略 到了权驴技穷的程度 美国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 仅仅靠自己的力量 哪怕再加上日本的力量 想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阻止中国的统一 已经是做不到的事情 此前在美国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组织的兵级推演中 设想了美军在太平洋的举例 加上日本自卫队全军 以及中国的台湾军队的全部力量 合在一起 或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打上一仗 结果也很不理想 最后这个自行机构 是通过强行修改游戏规则 才得出来一个美国惨胜的结论 但是明眼人看到这样的设定 都非常的清楚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强度的战争 取胜的是解放军 而不是美军 但是在这场兵器推演当中 没有考虑韩国军队的因素 韩国是一个拥有几十万军队的国家 虽然在东北亚地区 他的军事力量并不起眼 但是如果能够把这几十万人 加上韩国的供应能力都动员起来 加入到对中国的前面战争 那么是不是就有希望扭转局势呢 这就是美国强行要把韩国拉进 反华同盟的主要原因 既然要共同反华 那么就得精神团结 强迫韩国忘记殖民历史 就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韩国政府想要掩盖历史 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 就算是科博里面不谈慰安妇事件 也已经有了大量的出版物 纪录片文艺作品 存在于网络上 稍微用搜索引寝找一下 你就能看到历史的真相 民间百姓也会把日本殖民时期的 惨痛的历史 用口述的方式 一代一代传下去 美国强迫韩国与日本合作 等同于在朝鲜民族的伤口上撒盐 除了把自己 置于半岛民众的对立面上 还将因自己 再一次把朝鲜半岛 拖入兵凶战危 而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